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白菜番茄堡 现在在盘中看到的是两个番茄 一颗小白菜,三百颗面筋,几个大蒜 首先把面筋改刀切片 切好片的面筋我们放到盘中 小白菜一哥的掰下来 掰下后我们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后也放到盘中 番茄先改成狮子花刀 开水烫一下后去掉外皮 去掉外皮的番茄去掉根底后改刀切丁 切好的番茄丁我们放到碗中备用 大蒜准备数个 先用刀拍一下,下面改刀切碎 切碎后我们放到碗中备用 香葱一根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后也放到碗中备用 起锅倒油 油热后放入蒜末和葱花 呛香后倒入面筋 把面筋炒出水汁,炒出干香 炒出干香后我们倒入切好的番茄 炒出番茄汁水后倒入开水 下面加入生抽少许 少许的白糖 再放入少许的蚝油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倒入切好的白菜 大火煮开 煮开后关成中小火煮上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我们加入少许的食盐和鸡精 再次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出锅盛入盘中了 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白铁番茄饱就好了 这道菜酸爽开胃,好吃又下饭 是不是很简单呀 更多家常菜请订阅点赞 阿优美食小厨 阿优美甜带给您家的味道 咱们先按下来